在上一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 应该是它跨历了三个十年 在第一个十年我们建造了经贸大厦 然后在第二个十年我们建造了环球经贸中心 第三个十年我们建造上海中心大厦这样一个项目 同时它也是上海一个城市的文化 城市的精神 它一种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上海中心是一个特大型的一个项目 它有两个经贸大厦这么大 从设计理念上来讲 我们这个楼首先它是我们讲的是个垂直城市的概念 所以这个楼它是分成九个社区 空中社区 每个社区里面它有自己独立的空中花园 和它的一些服务的配套的空间内容在这里面 它可以为这个空中的这个区域里面的人提供很多服务 就是说我们一开始就把它从美国的Leader 以及中国的绿色上行 绿色建筑和可持续发展 是我们这个项目从设计师的角度 和从业主的角度都是一个共同的目标 这个楼它是双层木墙 双层木墙本身 它有几个一个就是说在冬暖夏凉的作用 当然我们在楼里面 还有一些很好的中水利用 整个几何形状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具有挑战性的就是说协调的工作 跟建筑师跟机电师 包括木墙顾问以及业主 整个一个协调工作是难度相当大的 因为上海中心是比较 形体是相对来说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建筑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方式来 就很难把这个项目做好 运用BIM系统 首先就是说可以提高我们业主 对整个项目的设计 它的施工 它的管理 以及它的投资控制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代化的工具 我们用了BIM这个系统 作为一个三维空间的一个研究和设计 和决策的这样一种 我们用Rabbit在那个 我们在Rabbit里面把塔罗的模型整个全部建起来了 然后我们也把这些模型跟我们的那个机电顾问和结构顾问一起来分享 BIM确实能够加速帮助我们设计的整个过程 工程师可以从BIM的模型当中直接达到几何尺寸 所有的几何尺寸 另外它也可以从BIM的模型当中直接把所有的数据几何尺寸 传送到我们的设计软件当中进行计算分析 BIM在施工图阶段和施工过程中间 以及将来的运营中间会有很大的作用 我们通过模型三维的多媒体的演示 我们可以对工程的进度进行实时的监测 对工程完成的情况可以即时的监测 我们现在要求所有的这些专业的分包也好 设备供应商也好 他们必须在BIM这么一个平台上来进行交流 作为了超高层建筑来讲 从本质上讲 除了它在设计和施工阶段是很重要以外 且它的生命周期更重要 因为任何超高层建筑它的投资是非常巨大 那么这个都需要通过BIM这样一个系统 来帮助我们这些大楼的一些管理人员 能够非常有效地做出很多的计划 能够非常科学地去进行管理 它的一些创造性的方面 就设计 多多设计的创造性 带来了其他我们说相关的一些业内的建筑行业的创造的东西 运用BIM技术把我们这个整个产业链制造业的 设备供应商的和我们施工单位的把它们串在一起 能打造一种全新的基点安装施工的模式 那么我想如果这一个梦想能实现的话 那么中国今后的基点安装建造的水平 技术 手段都会有一个重大的飞跃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传统的 我们现在的建筑手段和我们现在造的楼是相匹配的 有了BIM这个工具以后 就是对我们整个协调工作使了很大的帮助 上海中心这个项目应该说是对一个科技的一个深刻的理解 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高度领悟的一个综合的结果吧 更好的屏幕 更好的世界 那么所以将来的展望我们认为是非常非常美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